时间到人却没到立法院长韩国瑜 因为私人行程早上不进办公室 才接下民主基金会的重担 难道是在积极布局执行长人选吗 前一天韩国瑜才发文表示努力邀请 隔一天卢叶中就证实将借下重担 现任政治大学外交系教授兼副院长的卢叶中 无政治相关背景 也让外界担心是否能升任 民主基金会是搞政治的吗 代表韩国瑜并不希望把政治的斗争 或政治的操作带进民主基金会 外交部尊重该基金会董事会的治理 以及独立运作 有关其董事会的组成与人选 以由基金会对外说明 就连基金会政党代表比例也遭质疑 难道是想架攻韩国瑜 国民党更抓住辫子炮火猛攻 事实上民进党可以完全掌握的高达八席之多 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来 民进党完全不想放手民主基金会 林非凡他所属的导国前进 也曾经拿到民主基金会的补助 这些附属团体的一个小金库 国民党申请的民主基金会的金额 拿来几年来拿了超过五百万 都是前往中国大陆去访问 那请问中国大陆是民主国家吗 人事安排还未抵定民主基金会成新战场 蓝绿两党持续交锋 郑雄王林郭艳婷采访吧